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acky 今天这个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的备孕故事,以及我之前不幸的流产的故事 其实呢,这些故事呢,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呢,我都没有和他们讲起过 可能是没有这个机会吧 我在结婚差不多一年半之后呢,就有了Zack 其实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怀孕,生孩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呢 我和我的老公,真的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起起伏伏 对,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相信看到今天这个标题点进来看视频的你呢 很大的可能,你也正在经历和我之前经历一样的不幸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给到你一点点力量 一点点希望,甚至一点点运气吧 我想说,与其把这些故事深埋在我的心里 不如分享出来,给更多的人更多的力量吧 那就开始我今天的故事吧 那我的故事呢,其实开始于我老公和我求婚的时候 当时他和我求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决定了 等我们办完婚礼呢,我们就要开始计划生孩子了 那我就想说在筹备婚礼的这一段时间呢 就先好好地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 其实呢,我当时一直是处于一个月经不调的状态 平均每三个月左右才会有一次经期 那当时呢,我就去看了一个妇产课的专家 那那个妇产课的专家呢,就让我去做了一个非常深入和全面的B超 看一下我子宫内部的情况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去他的诊所 看那个B超的结果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平静和冷静地和我说了一句 It's not easy for you to be pregnant You have polycystic overall syndrome 其实当时我听到你不是很容易怀孕 这前面半句话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非常非常受挫和打击了 我根本不知道他后面那半句 Polycystic overall syndrome指的是什么 其实他说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其实我之前从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病 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得这样子的复刻的问题 当时的打击呢,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决定说 我想要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却有一个人跟你说 你不太容易生孩子哦 那可想而知当时的心情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受挫的 然后呢,那个医生呢 就顺便给我开了排卵药 他就说你们打算要孩子的时候呢 你就按照这个指示去吃排卵药吧 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 药房拿那个药的时候呢 那个药剂师找了非常非常久 然后他找到了最后的一盒 他就跟我说这可能是 你能拿到最后的一盒了 因为这个公司已经停产这个药了 当时我又觉得自己好像很幸运 因为他还和我说 一般吃了这个排卵药的 女性呢 她们要生孩子的话 可能都可以生到双胞胎 然后我就想说 现在可能科技也比较进步 像这样子的问题呢 就很好解决了 然后他就说 那你就好好去吃这个药吧 你还是非常幸运的 最后一盒被你拿到了 当时呢 我就真的觉得 好像是尚无绝人之路吧 总是有希望在前面 那我就拿着这个药回家了 但是好死不死 那一天 我就是包里的洗甲水 就是洗支架的那个洗甲水 打翻了 就整个的一盒药全部被浸湿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吃了 当时我就觉得 真的还是挺绝望的 感觉有了 那么一点点希望的时候 又被破灭了 那我又回家 去做了功课 看一下什么是PCOS 什么是多囊软潮综合症 那看了之后呢 发现 这个复刻的问题呢 现在在很多女性的身上都会有 那他主要的建议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你要积极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 知道了这个建议之后呢 我就非常努力的运动了 原本呢 我只是做瑜伽 后来呢 我又去健身房 买了会员 然后又去健身房请了私教 每周都非常准时的 一周去两次私教 然后平时还会练瑜伽啊 还会自己做一些有氧训练等等 总之这一段时间的健身呢 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然后包括吃东西呢 也相对吃一些比较健康的蔬果类啊 吃一些比较健康的肉类啊 不要吃的太油腻啊 还有呢 就是当时呢 医生也叮嘱我 就是每一天要测量温度 我相信如果说 你和我一样有这个PCOS的话 你的医生也会建议 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 就量体温 当时非常非常奇怪 我每一天量体温嘛 都是量到35度8 35度9 从来就没有量到过 36度以上这样子的体温 当时我也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就把我的故事呢 和我的当时的一个同事分享 因为呢 他是刚刚生完孩子 然后呢 他生孩子之前呢 我知道他是去 看了一些中医 做了一些 那个身体的调理嘛 然后呢 我就去问他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 针灸的诊所 就上网查了一下 关于这个诊所的资料嘛 这个诊所资料呢 就是专门帮助 女性受孕的 这是他们诊所的一个卖点 虽然呢 我不是很知道 针灸是怎么可以帮助到 女性受孕 或者它的科学性在哪里 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懂 但我出乎意料的是呢 我就去面诊了一次 做了第一次的一个针灸的治疗 第二天早晨 我再量体温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36度 一个正常的体温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挺神奇的 那我想在这里声明一下呢 就是到现在不知道 帮助我怀孕呢 是不是针灸有关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相信中医的话 我相信针灸呢 在调理你身体方面呢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把你的身体调理好的话 可能你受孕的几率呢 会高一点 那我也不是说 大家去做针灸 就会怀上孩子 只是当时我觉得 有一个方法 我就想要去试一下 那我试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在调理我身体这一方面呢 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之后呢 我的经期从原本的三个月 慢慢缩短到两个月 然后又缩短到一个半月 然后那个针灸时呢 就又让我去 监测我的排卵期 那我也可以比较有规律的 监测到我的排卵期 所以说 整个这一段时间呢 我自己觉得我的身体呢 还是被调理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状况的 那我相信所有 想要怀孕的妈妈们呢 还是要非常注意 自己身体的调理 包括你的老公呢 也需要做一些身体的调理 因为精子的质量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就这样这个故事呢 就发生到我们办完了婚礼 我是在2017年的1月 开始做各种调理身体的动作 然后到了2017年的9月呢 我们就已经办完了 我们的两场婚礼 然后我们就开始 真的准备药宝宝了 我就在9月的时候呢 监测到我自己的排卵期 然后我们就尝试了一次 没有想到呢 尝试了一次之后 就真的成功的怀孕了 当时呢 觉得自己真的是无比的幸运 觉得好像这9个月的努力呢 并没有白费 就是当时的那种喜悦呢 其实到现在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记忆 有幸真的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幸运 非常非常的幸福 然后呢 就开始约见我的家庭医生啊 做一些孕前的检查 我记得那个时候 到了12周 一般呢 在加拿大这边呢 12周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做那个孕期的检查了 然后呢 我的医生就 想要给我听孩子的胎心 怎么找 怎么找也找不到孩子的胎心 当时呢 我其实有一些紧张了 就觉得 怎么会 因为听不到胎心嘛 你毕竟你心里还是没有一个底 然后呢 我的医生就和我说 可能孩子还太小 也有可能 就是听不到胎心的情况 还是存在的 那你要不再过两周 再过来听一下 要是那个时候再听不到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B超 看一下孩子的发育的情况 那其实那两周呢 我就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忐忑 真的不知道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两周之后呢 我还是回到了诊所 继续寻找这个胎心吧 没有想到两周之后 还是没有听到胎心 当时呢 我就觉得 可能这个事情就不妙了吧 然后就约了去做B超 对 那一次B超呢 我还记得是一个周五 做完B超之后呢 因为在加拿大的规定呢 帮你做B超的技术人员呢 是没有办法告诉你 B超的结果 就算他看懂了结果呢 他也是不能告诉你的 那你还要等到 周一的时候 诊所的医生 告诉你整个B超的结果 所以说呢 我那个周五 做完了B超呢 其实心里面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孩子是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 那就在那个周六 我就还在外面 超市里面买菜吧 就突然之间 感觉到自己流了 很多的血 当时我可能就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我就 按照医生说的 如果流血的话 就马上去急诊室 那我就去到了急诊室 在急诊室里面 就等啊 你知道加拿大 因为是免费的医疗 所以说 那个医疗的效率 非常的低 在急诊室 真的从天亮 等到天黑 其实在等的时候呢 我还是在不停的流血 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 也就知道了 去了急诊室呢 那医生 给我检查了之后呢 就是果不其然吧 嗯 他就和我说 你流产了 虽然说 我自己心里 已经有一点准备了 但是当有人 就是真的告诉你说 你流产的时候呢 嗯 其实那个心情 还是非常非常的差 嗯 我就有一点愣住了 然后那个医生呢 他就跟我说 你听清楚 我说什么了吗 他说 你流产了 你明白了吗 然后 他就和我解释 这个时候流产了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这是一个 就是概率存在 会发生的事情 和你本身 没有一点关系 他可能想安慰我吧 但是其实呢 当时我也听不 听不进去那么多 只是觉得 整个人心情 非常非常的差 就觉得好像 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怀孕了之后 居然还是没有成功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会没有信心 你会觉得 呃 是不是之后 我还能成功的怀孕 是不是我之后 每一次怀孕 都会遇到流产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当时 心情非常非常复杂 我还记得我在家呢 就请了一个星期的丧架 想调试身体 包括调试 这个心情 那天晚上呢 我回到家里 我真的就是 在那个 马桶上面 坐了一个晚上 因为我就在 不停不停的流血 然后我也没有 吃任何的止痛药 也没有吃任何的 就是 药物帮助我流产 就是一个 纯自然的流产的 一个过程 那肚子非常的痛 就真的 就是一边肚子疼 一边在流汗 一边在流血 这样子的情况 经历了整整一个晚上 然后到第二天早晨 天亮的时候 我才觉得 我整个人重生一般的感觉 我的肚子没有那么疼了 然后也开始 没有流这么多血了 然后 我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真的已经是 筋疲力尽了 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 就是等我睡醒了之后嘛 那个心情呢 其实还是挺糟糕的 并不是说 很快就能调试的吧 那当时呢 我的家人呢 也就是一直会鼓励我们 但是真的就是 就好像我现在 在回忆起当时的整个情景 心里还是非常难受 不管你有没有小孩 不管你有多少的孩子 一旦你失去过一个孩子 不论是在他人生什么阶段 你失去了他 这种痛呢 每一次回忆起来呢 它都是非常真实存在的 那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只能调试自己的心情 然后调试自己的状态 重新开始吧 对 就是那一次的整个的怀孕呢 我还没有和我的朋友宣布 我已经怀孕了 因为一般呢 都是在三个月之后 才会和大家宣布怀孕 因为前三个月呢 就是会有很多 不稳定的因素产生嘛 那我就是 都没有机会和我的朋友宣布 我已经怀孕了这件事情 然后孩子就已经流产了 所以说 后来我也不可能说 碰到我的朋友 我就说 哎我流产了之类的 所以就一直没有和大家说过 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一直等等等 等到2018年 我记得是已经差不多 6月了吧 2018年的6月 然后那个时候呢 呃 我们又 查到就是 又用烟云棒验出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觉得自己还是 当时还是非常的激动 但是呢 同时你的心情非常的 忐忑吧 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像第一个孩子一样 在你怀孕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孩子就会流产 嗯 整个怀孕的过程 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但是呢 好死不死 真的就是在怀孕的第二个月吧 又有一次流血 当时呢 我还在公司上班 就感觉到流血了之后 我还记得那天 我还穿了一条白色的裤子 然后我就 二话不说 我就 呃 请了假 然后就自己开车去了医院的急诊室 我就在那边等待结果嘛 这个等待呢 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等待 我记得我在那个急诊室里面 好不容易等到了医生可以看我 然后医生看我之后呢 他给我做B超 他那个B超里面 他说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看不到有小孩 看不到小孩的心跳 但是我当时也有验了血了 验血了之后呢 就是验血的指标呢 还是正常 但是他就是找不到孩子 然后他和我解释说呢 可能急诊室的B超呢 是比较的简单 没有一个非常精密的看 而且这个时候呢 小孩的体积可能太小 就是很难找到 所以说他就约我到楼上的专科 去看更精密的B超去做个检查 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好曲折 当时那个B超呢 那一天正好排满 就是怎么样我也插不进去做一个B超 后来呢 他就说你第二天早晨的11点 可以过来做一个B超 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空位 大家可想而知 我整个我那天回到家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11点 你的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你非常非常想要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天的早上11点 我还记得第二天的早上11点 我去到了那个医院做B超嘛 当时真的是好激动 因为那个B超的技术人员帮我做了之后呢 我就听到了小孩的胎心 就是他的心跳 然后他跟我说 嗯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因为孩子的胎心非常的正常 心跳那个频率也是非常正常 你可以放心了 当时跟我这么说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悬着的心 然后终于终于这一次 我听到了孩子的心跳 因为上一次怀孕 我连孩子的胎心都没有听到 就失去他了 那这一次呢 终于听到了孩子的心跳 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 就是整个心情 就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 然后整个怀孕的过程呢 我就更加更加的小心 对后来呢 他就是Zack 之后呢 我就生下了Zack 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生他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觉得生命真的太奇妙了 真的他凝结了你许多的等待 凝结了你许多的希望 也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 还是被赏天眷顾 让我有了Zack 这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备孕啊 然后怀孕啊 又到流产 然后再怀孕 再到顺利的生下Zack的一个整个心路的历程吧 如果说呢 你现在也在一个备孕的阶段 或者说你和我一样有多脑软潮综合症的话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灰心 多脑软潮综合症呢 是你会比一般的人来说更难怀孕 但不表示你不可以怀孕 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自己调理好身体 包括你的老公也应该调理好身体 然后呢 多吃健康的食物 多参加运动 这样子的话 对你整个身体的机能呢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 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苛求女性 要在几岁几岁结婚 现在晚婚晚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呢 有一点很现实 当时我的妇产科医生就跟我说了 他说 女性最佳的怀孕年龄呢 就是在28岁左右 你过了28岁 甚至过了30岁 你的整个卵巢的质量 包括你的卵子的质量 就是会下降 你到了35岁之后呢 还是会下降的更快 所以说 这一点呢 就是真的非常的现实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 晚婚的女性呢 开始选择冻卵等等 一些的人工的行为呢 来帮助她保持一个 保证有一个比较好的卵子的质量 那这些呢 也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的医学呢 真的是 就是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如果说呢 你在尝试怀孕 一年之后呢 都没有成功 医生都会建议你呢 做一些人工的干预 人工的干预 吃排卵药也好啊 打排卵针也好 虽然说打排卵针呢 我知道挺辛苦的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 就是打排卵针之后呢 胜利的有了宝宝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现在的成功率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如果说呢 你和我一样呢 也是相信中医的话 也可以去经过中医呢 做一些身体的调理 我当时呢 就只是做了针灸 也没有吃任何的中药 但是我觉得 对我自己的整个调理的 一个作用呢 还是非常之大的 我还记得 我当时去的那个诊所呢 其实是 老外开的一个诊所 里面没有中国的 其实所有给我做针灸的人呢 全部都是白人 其实白人呢 也非常相信中医的文化 我感觉今天的视频呢 我可能录得有一点语无伦次 希望 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吧 希望给大家一点信心 一点希望 也希望在看这个视频的你呢 也会有好消息 那谢谢你的收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如果说这个视频 对你有用的话 也给我点一个赞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 by bwd6